大家好,我是夏天 大家好,华姐 房车自驾深度游新疆 我们现在是在新疆的首府城市乌鲁木齐 今天我们来到了是自治区博物馆 深度游新疆 我们应该先从了解新疆的历史开始 所以博物馆是最好的选择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新疆的历史发展 以及它独特的地域文化 今天和我们一起参观一下 走着 这里就是自治区博物馆 简称是新疆博物馆 这里是免门票的 但是如果是散客的话要在网上预约 我们今天来看游客特别多 新疆现在是旅游旺季 所以旅行团来的人应该是比较多的 这人太多了吧 这是我第一次在博物馆内见到这么多人 先看一下这侧面 这一面墙上现在展示的应该就是 这个馆里比较有名的一些文物 看这个是镇馆之宝 才会天王踏鬼目涌 待会我们进去了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走光临走一走吧 走 我们又直接从一号展厅开始走吧 一号展厅是国博厅 我们刚进来就被美女拉着华姐说给拍个合影 国博厅一进来 看这个门里面正对的地方写的是 吉金柱史 就是青铜器里的古代中国 其实青铜器在咱们人类发展史上面 一直有着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 像在咱们中国古代的时候 能被称为这种金或吉金的这种青铜器呢 都是和这种早期文明相伴而生的 所以青铜器啊 可以说是见证了咱们中华文明的起源 发展以及信生的一个重要的物证吧 所以我们一进这个展厅 首先它展现的就是这种 过去的古代的这种青铜器 看看这个 这是戴刘姑 我觉得这个博物馆有一个好处 就是它把有一些 大家见到的生辟字 对 都标了读音 我们在有些博物馆看到生辟字的时候 是没有标读音的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个青铜器啊 是富豪芬提演 这上面写的 商代晚期的 对 而且是1976年河南安阳出土的 可能会有一些朋友好奇啊 为什么在这个新疆的博物馆里 看到了就是其他地区的一些文物 因为这个新疆地区呢 是咱们中国国家博物馆 战略合作的重要地区啊 咱们国家博物馆呢 就是向这个新疆输送这个精品展览的 一个固定场所就在这里 所以在这里就设立了 刚刚咱们进来看到的国博厅 因此在这个厅里 不仅有新疆出土的文物 还有咱们全国各地的精品文物 也在这有展览 我国呢 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啊 所以一部中国史 其实就是各民族的一个团结奋斗史 我们现在来到的第二个展厅呢 叫共同的家园 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历史的起源 进到这个展厅第一幅图啊 讲的就是张谦出使西域 在西汉初期的时候啊 就是匈奴的这个势力逐渐扩大了 然后时常就是侵扰这个汉境 在汉武帝的时候 这个国力比较雄厚 所以他决定是联合西域这边的大悦之 东西夹击匈奴 当时呢就张谦自告奋勇 然后就说要出使西域 所以张谦当时就带领了这个出使使团啊 从这个长安 就是现在的西安这里出发 然后就踏上了这个西行的路 其实张谦在出使这个西域途中的时候呢 是被这个匈奴扣留了有十余年 所以他最终逃出来的时候 到达了这个大悦之的时候 才发现这个已经牵制到了中亚 所以其实张谦第一次的西域之行啊 就是前后历时了13年左右 虽然没有完成结盟的任务 但是他已经走过了这个大渊 康居大厦这些地方啊 就是为这个丝绸之路 已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所以从这幅图上大家可以看到 当年西汉是在这一块 然后现在的这个西域啊 塔里木盆地 就是现在新疆的这个区域 到了这儿 就是安西这儿呢 就是这个现在的伊朗和伊拉克的一个交界的一个地方 然后再往那边就是离海了 就欧洲与亚洲的一个交界处了 这就是当年张谦出使西域的一个路线图 红色标记是他第一次出使的 绿色的是第二次的 汉朝统一新疆以后啊 在新疆地区设立了这个西域都护府 这就是当年西域都护府在西域屯田守边疆的一些 历史遗址了 但像这个是米兰古城遗址 还有这个库车苏巴石古城遗址 还有塔里木盆地屯田遗址 后面我们转南疆地区的时候就可以去掉很多的这个遗址去看一下 这块内容讲的就是在西汉末的时候往往创备啊 所以那会儿的西域与内地的这个政治联系就暂时中断了 所以在其实历史发展过程中啊 有很多时期就是当统一了以后 由于一些叛乱呀 然后又分离了 后来再收复 很多时期都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 新疆也是一样的 这个雕像是左宗棠的雕像啊 左宗棠是收复了新疆 然后为咱们中国的统一做出了非常巨大的贡献啊 是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爱国将领 这面墙上的照片呢就是新疆和平解放的照片啊 各族群众在欢迎人民解放军啊 王振将军乘飞机到达迪化 以前叫迪化现在就是乌鲁木齐啊 新疆呢地处于咱们祖国的西北部 位于这个亚欧大陆的腹地 从这个汉代到这个清代的中晚期啊 就是包括新疆天山南北在内的大部分的广袤地区呢 呃都统称为西域 自这个汉代起呢 这个新疆地区啊就成为咱们中国版图上的一部分 新疆的面积是166.49万平方公里啊 约占咱们全国总面积的六分之一 也相当于16个浙江省的面积 或者是陕西 青海 宁夏 甘肃四个省的面积总和 对 所以这个新疆啊 是我国陆地面积最大的省级新疆区 这样子举个例子大家就能明白它的地域有多大了 对 所以每次别人形容新疆的时候都说是地大物博啊 真的是很大 物产也真的非常丰富 是的 看 汉海真一 这个是新疆古代服饰精品展啊 这边是仙秦时期的服饰 看这边是哈密地区的服饰 看这是绣花帽 那个是棉花帽 然后还有这种是尖顶帽 这是清朝的 全都是清朝的 对 这是清朝时期的 对 这是清朝时期的 然后这 哦 这是哈密王的帽子 看 哇塞 跟这些帽子一看是不是 区别就出来了 这边是维吾尔族高跟绣花鞋 这些帽 然后上面是这种丝绸通体绣花连衣 那时候的刺续工艺就已经很 特别的精湛的感觉 这一款跟旁边的就不太一样 那边是维吾尔族的 这边是哈萨克族的 这个是哈萨克族的 陆皮服装 这衣服是用陆皮做的 还不太亲爱朋友们 这是银盘男师服饰 它这个叫《红帝对人寿树文记袍》 东汉中晚期时期的 它这个属于第三批禁止出国的展览的文物 《逝者月千年》 这个展题呢 大家可能顾名死意了 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干尸了 对 新疆的历史非常悠久啊 由于它特殊的地理环境位置 使得新疆的这边历史遗产资源呢 是具有特别鲜明的这种地域性和特殊性 在这一片区域呢 就是考古学家发现了大量的干尸啊 还有包括这些 就是东武的这种皮啊 还有纸张啊 木质 木器啊 很多的 这是最早期的时候啊 这样的一种居住环境 对 还有那会儿就开始自己用这种瘦皮 缝制衣服 这里就是 大家围绕的这就是一具干尸 这个呢就是铁板和墓地出土的 这个楼 楼兰美女干尸啊 这个干尸呢 距今已经有3800年左右了 然后出土的时候还能发现 它这个头上啊 戴的是这种有这个羽毛饰品的这种粘帽 然后外面裹着的是这种毛汁的斗篷 看着好像还能看到头发一样 对 它的头发其实我们肉眼现在看蛮清晰的 但是视频可能拍不太出来 这个楼兰美女呢 她的这个身长是152厘米 重超过10公斤 看起来现在就是双目是微臂的 然后特别是鼻子啊 鼻直 而且特别尖 对 说出土的时候是褐色的这个皮肤和头发 所以它应该属于这种 古欧洲人种啊 说它的这个头发 出土的时候还是有弹性的啊 嗯 而且它的内脏也保存的特别完整 它整个身体保存的特别好 只是变得就是肝硬萎缩了 嗯 所以这是一具保存非常非常好 特别有价值的一具干湿 这旁边这幅图应该是根据干湿的这个骨骼容貌还原的啊 应该是还原了它的样子 嗯 我们就带大家看一句那个楼兰美女的干湿啊 其他还有几句就不带大家看了 因为我觉得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当场来看一下啊 有一些图片可能会引人不适啊 对 所以我们就过一下 像我们前面这些玻璃展柜里都是干湿 嗯 还挺多的 在新疆这边出土了很多罕见的这种人类干湿标本 还有纺织品啊 纸张啊 木器啊 皮革织品啊 而且年代都非常久远 保存的又非常好 然后类型呢又很多 就是它的价值非常大 是全国乃至是世界啊 范围内都可以说是 具有这种唯一性 你看这是以前牧民的那种生活啊 嗯 把这个羊毛抛下来 然后可以纺线 可以做织衣服 对 朋友们 镇馆之宝 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景护壁 这个是出土于这个新疆和天地区这个尼亚遗址的 是知景护博 古代射箭的时候啊 用来那个护壁的 还是东汉时期的 这个是属于国家一级文物啊 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这种文物 它为什么叫这个名字啊 就是在这一个这个护博上面啊 有序的织出了凤凰 卵鸟 麒麟 白虎等这种大锐的锐兽图案 然后还依次织出了这个 这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吉祥小传文字 而且这上面的文字呀 还有一些鸟兽的图案 云文的图案都不是绣的 也不是彩绘的 都是织出来的 嗯 大家会会特别好奇 在这个东汉时期啊 为什么这个 布博上面就能刻出来什么 五星啊 东方啊 中国 难道那会儿就有预言吗 呃 其实不是这样的啊 这上面也有一段解读 刚刚我们看到这一块井 旁边不是这还有一块这个残片吗 其实它们应该是同一块井上面的 五星呢 所指的就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啊 出东方立中国 其实它是 把他们之前的这些碎片连起来呢 应该是那一句话 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 所以呢 这一句话 这一句话啊 只不过到了这一符上面 只有这一句话 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啊 但是原文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这一段话呢 它其实主要是 就是以前古时候 不是都有那种占星术吗 就是占星上面的一句吉祥话 所以呢 五星代表的是金木水火土五星啊 然后这个东方也是之前那个占星树上的一个位置的一个意思 然后这个中国呢 就是当时占星树上的一个方位 朋友们这个也是一个镇馆之宝啊 就是这个镇馆之宝啊 然后又粘合 然后又敷彩而成的 它的这个部件小到这个天王的这个牙齿都可以取下 所以它这个精巧程度在新疆出土的这个镇木涌当中啊 是十分罕见的 给大家拉近吧看一下 它的每一个牙齿都可以取下来的 做的非常精巧啊 对 很多的木块拼起来的 嗯 这个彩绘天王牧涌呢 也是迄今中国境内考古发现的唯一一个木制神煞涌啊 走进博物馆了解一座城 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的内容啊 因为这个时长有限我们拍不了太多的内容给大家 对 对新疆的历史文化有兴趣的朋友啊 非常建议来看一看 因为新疆是一个历史非常悠久 然后地域文化非常浓郁的一个地方啊 嗯 好了今天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朋友帮忙点赞关注评论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